中国媒体斗大标题写着最新中国公司市值排名前20 仔细一看第一名竟然是台积电 还风光列出年增长41.98% 台积电成了中国企业 不恰当了吧 因为我们不是中国的公司 或者跟全世界一起比较 而不是放在中国的第一名 台湾民众困惑 不少中国网友也计讽 台积电有给我们缴税吗 台积电如果是中国的 做梦都要孝心 而事实上中国学者就曾经呛瞎 一定要收复台湾拿下台积电 陈大教授李中宪就颇文警告 从这个荒谬绝论的第一名 看我们面临的危机 是中国把台湾视为囊中物 但六个政府总统候选人 有三分之二不知道 台湾主权最大的威胁是中国 他想要把台湾的企业纳进去 来增加他的整个企业能量跟实力 问题是说我们本来就两边互不隶属 做这样的政治操作 我认为对台湾的企业是非常不公平的 那我就要请问侯友宜 我就要请问赵少康 那我就要问一下课问者 你们的回应如何 你们觉得这样子对台湾是不是公平 其实不光是台积电 中国媒体洋洋洒洒列出76家行政公司 还有人保电脑台泥台湾高铁技嘉都被强迫入列 直接变成中国企业 中国现在被欧美的这个科技战科技封锁 代表说中国的经济在接轨全世界之后 全世界突然之间警觉到 只要跟中国的经济挂上钩 到最后下场都不好 所谓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这种东西 基本上就是模糊主权嘛 问题是中国从来就没有模糊过主权 中国媒体用一份报表 展现什么叫一周和两岸一家亲 神逻辑可不只是一桩笑谈 对思考后面隐藏的危机 三日新闻